汉县帝建安16年 57岁的曹操再次踏上征途 这次的目标是当时中国最混乱 军阀最多 分裂割据最严重的关中 原来曹操在赤壁大败后 见孙刘联盟合作正欢 南方水战又是非曹军所善 所以决定转化跑道 向西攻略 若能趁势拿下汉中一周 从长江上游威胁孙刘 则可禁赎挽回 赤壁颓势 然而要起大军进攻汉中一周 必须先考虑关中的稳定 若是关键时刻 马超韩岁等关中军阀 突然在后方发难 则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但马超韩岁这些人 虽然割据一方不遵朝廷号令 但他们毕竟并没有公开反叛朝廷 且多次助朝廷剿灭叛党 另外马超的父兄和家人 以及韩岁的儿子 都在夜都围观 乖乖做人质 看着也挺老实的 虽然曹操也曾多次征召 马超韩岁去东方围观 但都被他们拒绝了 但这也不成剿灭他们的理由 总之就是出事无名了 怎么办呢 于是曹操想了个办法 叫做先礼后兵 引蛇出洞 建安十六年春 曹操命令 驻守在长安的私立校尉中摇 全权主持征兮事宜 并派在并州平息民变的夏侯渊 徐晃等不出河东会合 声称要借到河西 征讨汉中张禄 关中诸将一听急了 这说是借到 恐怕是假到罚国吧 马超于是心意横 干脆联合诸将 聚众十万巨手同关 抵抗曹操 其个部首领为十人 分别是 马超 韩岁 后选 成吟 杨秋 李勘 张衡 梁兴 成仪 马丸 十人之中 虽然震西将军韩岁被推为盟主 但发起人却是马超 看来马超还真是一个狠人 他爹马腾和两个哥哥马修 马铁全家都在夜城为之 他居然敢领头造反 难道连骨肉至亲的命都不要了吗 而且当年马腾韩岁内讧 韩岁曾杀死马腾欺鱼子 此乃不共戴天之血海深仇 但马超为了增强反叛实力 居然还能主动跑去 任韩岁为义父 表示金超弃父 以将军为父 将军亦当弃子 以超为子 感动得韩岁哭笑不得 只得一声长叹 金珠将不谋而同 似有天术 金便与孟起共起兵 已成大事 乃与马超 捐弃前嫌 重组家庭 依然反叛 不顾原先亲人已 汉末群雄之中 论反父无常 论任贼作父 马超绝不逊于吕布 其实也不怪他们 马超含岁吕布董卓 这几位都是枪化的汉人 正所谓 以敌贪而无亲 奉行的正是利益 高于一切 这是他们的常态 不可以中原之利益 要求他们 总之 在三国演义 为马超洗白之前 马超的名声 其实是很差劲的 据三国秩序 静传记载 马超在串联关中 诸将反叛之时 还想联络 一周刘章一块行动 按说纯王 耻寒的道理 刘章也懂 所以就想派兵参加 但他手下的蜀郡太守 王商劝道 马超永而不仁 建立妄议 不可以为纯齿 若与之联合 则养虎一换矣 刘章于是放弃了 跟马超合作的想法 派人去请刘备来合作 后来马超兵败逃到张鲁那里 张鲁觉得身感荣幸 便想把女儿嫁给他 又被人吐槽说 马超不爱其亲 焉能爱人 张鲁乃指 可见经此一事后 马超以声名狼藉 臭不可闻 乃至兵败后 还被一老妇臭骂 汝被父之逆子 杀君之劫贼 天地其酒荣辱 而不早死 敢以面目视人乎 超被骂大怒 急杀老妇及其子 烧城而去 总之 马超在民间 早已全无政治形象 简直就是不仁不义 不忠不孝之辈 若不是后来 加入了刘备五虎将 罗冠中不得已将其 塑造为正面人物 恐怕早就被打成乱臣贼子了 不管怎么说 曹操引蛇出洞 已成功 如此师处有名 可用决心腹之患了 况且此时刘张 已邀请刘备入蜀 说不准什么时候 就会被刘备 生吞活泼了 到时候 刘备以西川为柄 京相为任 剑指天下 在连结关中 石将与东吴孙权 共同起兵 则曹操小命休矣 所以时不我待 要赶紧了 于是 在建安十六年七月 曹操让成豫 辅佐曹丕留守夜城 而自领大军 浩浩荡荡 开往同关 据卫书记载 当时 曹操手下的谋士们 普遍认为 关系兵强 习长矛 非精选前锋 则不可以当野 意思说 梁州兵乃天下尽锐 长久以来 战斗力都超过中原兵 不派出精锐部队 难以与之抗衡 确实 西凉兵战斗力之强悍 曹军在二十年前 可就领教了 当时曹操 出起兵樊董卓 出声牛犊 不怕虎 竟然带着全部 五千家地 孤军东进 结果在汴水一战中 被徐荣的西凉兵 杀了个片甲不留 五千子弟兵 损失殆尽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汴水岸边的流血飘鲁 似乎仍历历在目 让曹军诸位老将心有余悸 但曹操却大笑说 别担心 站在我 飞在贼野 贼虽袭长矛 将使不得以刺 诸君弹观之耳 看来竟是胜券在握了 其在 心败于赤壁 孙留五万水军的曹操 面对马超 十万梁州铁骑 却为何会如此自信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